講的詳細只有錢掛跟坤掛,其他就沒有什麼想,其他就有一些咬屎而已 事實上在文王掛裡面,六咬裡面 除了我們去祝福在館 看你的現象掛 那個比較新鮮 那個有那麼多段階鄉 有時候要參加大蔥 大蔥就是譬如說 大蔥櫃,大蔥櫃就是要割了 大蔥櫃要割 這樣才會上帝 那我們的 孟氏,教員說金房醫 去本田家祝祝福在館 那個部分 比較深色 那個部分比較深色 這個十二養生光 它象徵一個人的少年,青年老年 這十二票罐 福田 那時候你背 你越年輕的時候背 那個 越容易 你們 用低流鼓 大蔥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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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月天 天龍鉈 天山吞 天地屁 大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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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六十四寸 你最好 就用工資 有時候 我覺得研究武素 不管是虛體的陰陽物情 就是你會占負 你不用看到人 不用看到蟲 虛體的營養物質你也要貴 實體的營養物質就是地理風水 地理風水分營養宅 然後還有人相學 還有中醫 你涉獵的越多 我意思是 沒辦法一步吃飯店 你有客戶在中國大陸 他問的問題根本不是你會的 你怎麼辦 所以到最後我認為武術要虛實並用 要虛實並用才有辦法 成為一個高手 這是第九傾斜的角度 23.5 23.5就是剩下這個 同樣的意思 這是週年的繞日運動 好 這個是南回歸線 這裡是赤道 這裡是北回歸線 我們在冬至的時候 冬至的時候 這裡是赤道對不對 我們的北半球 做陽光才這麼一小塊 是這樣看齁 南半球 冬至的時候他們是 夏至嘛 所以他們的做光面這麼一大塊 一經的營養真的是實際上感受到太陽的那個營養 只是我們玄學把它哲理化 受光面就要營養 阿 阿 萬事萬物我們把它哲理化 拿來計算 自然界或者個人的疾胸體態 只是差別在這裡 它剛開始的營養像那個繞日圖 前面幾個圖 那個後臉關台 那個是實際上的營養 阿六任根據於這個實際上的營養 我們地球的自轉系統跟公轉系統 它壓在一個點叫做月降加時 那一個是根據實際上的太陽計算出來 在黃金幾度那個在人客裡面都有 跟指揮頭說那個太陽太陽不一樣 那個是虛體的 這個是反方向 你看 太陽直射在北園歸線上面的時候 是照在這邊 那時候我們北半球下肢 我們的受光面就這麼大 太陽直射在這邊對不對 我們的北半球受光面這麼大 南半球受光面才一點點 所以南半球東支 這個也是一樣 類似 科學上 戰爭會讓醫學發達 那在明末清初那時候西元18多少的時候 科學是從 那那一旦清朝的腐敗阿 科學是從 西方那個工業革命那時候 爭氣火車阿 那時候有人航海 哥白寧 哥白寧 他那時候提出一個學說 他們那個時代是政治跟宗教綁在一起 宗教在政治之上 所以要加冕 你要做國王 我教皇要給你加冕 我們中國顛倒 政治跟宗教分開 政治是老大 宗教變部屬 你這個皇帝只要信任道教 道教就興亡 你這個皇帝信任佛教 佛教就興亡 我們政治跟宗教是分開的 然後政治是老大 西元18世紀那時候 宗教他們是政治宗教綁在一起 你要做國王 我會給你加冕 而且他是老大 這個教皇是老大 這個概念要有 那時候哥白寧他提出一個學說 他說我們宇宙的中心 不是地球 是太陽 他說這幾個什麼 教皇說那些學說 要把林辭促使 要把牠拔給十字架修飾 他很快 他就是這樣去航海 環遊全世界 後來是證明他對的 日新說 那我們中國 翻片點擊 沒有一個前人學者 認為日新說是對的 可是我們也沒有錯 怎麼講呢 因為我們的祖先 研究陰陽五行的這些前輩 他會看黃道十路徑 就是說他雖然他不知道 太陽系的中心點老大 是太陽 但是他會計算太陽跟地球 每年運轉的關係 除了地球自轉系統的 早上晚上以外 他還會知道太陽在哪一個季節 在哪一個角度 所以我們雖然沒有提出日新說 但是他知道黃道十路徑 怎麼運用怎麼去計算 那六任從這裡 從這個基本的真太陽史跟地球的相對運動 以這個科學為基礎 從哪一點進入到玄學呢 用天干地支拿進來 當死科 那個時候進入玄學 所以這個發明六任人是天才 這個是說那個 雲州運動 太陽系所有行星導致運動 都是橢圓形 他的第一個學說 第二個定律就是 同樣一個時間 不管是冬至還是夏至 任何一顆行星 他同樣一個時間 從這裡跑到這裡 然後跟太陽的 這個面積畫出來 每一塊都一樣 每一塊面積都一樣 第二個 科普樂第二定律在講這個 這個在懸崙太陽 他是第一集星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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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折日 在地理上的折日 也必須要這樣 所以在張埠 尤其是六任 六任重泰 而且六任他以地支 為用 那我最近在看齊文頓條 齊文頓條 大家都天干 好像兩個在別苗頭 他們發展的時間不一樣 你都用地支 你很厲害 但是你知道什麼人才來 譬如說成功線 還是邵岩河 就是 反正就是 還是江子牙 不管了 我六任 你用一棟 我用你的 我就在小學 他的學識 也足夠到 創立一個 占卜系統 所以 應該齊文頓甲 在這種 刺激 激盪之下 他就用天堪 兩個系統完全不一樣 都可以用 也都很好用 人科第一級審的太陽 所以 呃 比方說我們看一個房子 地法部裡面有一句話 一百句裡面有一句 太陽色彩烏光飛 對 因為我們學習六任齁 我們認為太陽是第一級神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現在 比方說我們現在去 我們現在是 太陽也激 如果 你這個 你問這間房子 我要 我們 學生在六四人看一間房子 那上次來 我怎麼看都沒有 這間房子好了 不要 你去一個樓爭去看 只有這個 太陽 這個 客觀的對方就是這個 廚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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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生最好 相克其次 會盡處更神 因為它是第一級神 不是只有說這個房子光亮 這是一個極宅 它是這個意思嗎 太陽如果 它就是 靈甘靈生 照片 這都好的 這都好的意思 好 六任學 它去 這個文字稿 大家可以看 你一定要看的就是 庇法庫 這個 不用錢 Google就有了 Google就有庇法庫了 不用我運出來給你們 然後還有人規 人規Google不一定有 有時候你要翻好幾頁才有 有的話它沒有註解 因為它的文字很小 我今天人規好像沒有帶來 像這個都名人齁 你搜尋 郭子晨這個名字 它就有 它的 都在 差不多糖糖那裡 都在Google裡面有 這是人規的一個註解 它這本書就是 理器類像素 通通給你寫 通通給你交代在裡面 像我有 有文章掛根基 我一開始在看 說也很痛 因為文年文 它的文字很隱晦 而且很簡略 你要去猜 猜它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過它的文字真的很優美 它壓得 那個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國文的關係 文字壓得很優美 大六任遠於古天文學 就是我剛剛講的 太陽的 跟地球的相對關係 古之後是晉學 那麼 西門頓家 它發生在戰爭的年代 所以戰爭的時候 六任是問人士 我們先不叫這個 學生跟好人家 他會對這個人去打招呼 他們出發去認識 六任他厲害是在人事 這件事情 單點 領便是怎麼樣 人事 西門頓家是種地 地理那時候 跟戰爭有關係 所以戰爭的時候 不能有這個海盜 有平靜到在海盜 那在洪宮裡面 那些既新婦 豐帝新婦 那些也不能出來 比較嚴重 讓你死在裡面 不能讓你到老人家 好像 劉伯文的晚年 就 有這方面的問題 劉伯文的晚年 他怕說 你不知道 出你扶一個 什麼人來跟他走 他扶一個上下震動的關係 上下震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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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跟文王掛一樣 跟西門頓家 一樣 新陳哲禮 有時候 你會覺得很奧妙 我跟你每天見面 我跟你每天見面 啊 這個時間很好啊 你 你不是要問你女兒去 去美國讀書好不好 你怎麼不問 我不能暗示你啊 別讓他吃飯嘛 啊 就是 會符合這個客將吉兄的時候 你會來問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對啊 你要讓他要應驗吉兄 你剛好有那個動機 這個機轎相扣 機轎相扣 我就這就過了兩下 非煩明之神不告 乃無心之神不出現 這很好的 上欲 下下下 下下 這這樣看我 那是文字都有美 意境很深遠 好像那個人相學的 麻藝相 相有錢 並肆無欲知 他剛才就跟你說好 像那樣很神廟 這樣 齁 非靈凡之欲獸 其神靈之可推悟 齁 接人心靈的事齁 酥酥勵 心不成無物相應 齁 所以有時候你會痛 齁 你很討厭人家在青菜問 我最怕什麼 出去你餐廳 就要喝酒 四月你看他雙魚丸 才會對 我聽到很神 我是很青菜 算你 第一點 第二點 你用紅包你要包嗎 蛤 沒有啊 你吃米粉 你發燒 當然他沒有惡意 他沒有惡意 他就是這樣 我也不講到 紅包你要包 我有說嗎 他也沒有惡意 所以齁 有時候你會齁 我們已經過了那一種濟養 濟養的時機 你有時候看齁 說了有準靠分 真的會這樣 沒有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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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因為我們是比較研究學術 我們沒有商業化行為 現在我的粉絲團隊 要幫他包裝商業化行為 有時候你有利益進來 你不可能沒有利益 就是憑良心 憑良心 不能等同一個科學公司 就是說 有時候你要參考便體們 你漸漸的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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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都教會講就好了 那不一樣 有時候要離他去 要有時候會 欸你不照那個獎齁 你漸的會準 這樣你就是差不多了 知道了 成功線齁 六任重課 這是一個摩號齁 六任要看課齁 陰陽生何處齁 吉凶端倪不落齁 相克處窦殺 要稍等齁 吉凶處乃健齁 不殺不成為生齁 取克所以觀五行相生之妙齁 克就是用質量的變化齁 發用就是取自身影響最大的那個五行來用齁 發用齁 六任重課齁 然後生就是代表了矛盾的相互依存和量變的過程 克代表了矛盾的相互轉化和質變的過程 量變到質變 並不是生就是不好 就是他 你問這個問題最矛盾點要先找出來 如果你問的那個五行是你要的 比方說你問財 財是害 害就不要受傷 你在四月問 害就是越過害就受傷 你問的這個 直變跟量變的問題 從就是對立面 就是要從直變那邊進入到量變 到底六任是誰發明的 古書是說九天選女寫的 九天選女事實上我覺得 很存疑 因為我們的古時候的前輩 他住書地說他不會寫字經 他會脫補 就是怕這個老人說那他講的 他講的重點是我講的 他不要留自己的名字 有時候是政治因素他不能利用自己的名字 我不知道改條換台後 我可以回到他 我現在用我的 方法和這個老人再找回來 我就要回去告老返鄉 在那裡找誰 有很多 這個也是政治因素 日俄課跟陳俄課 義法四項 然後 用課為用義法三才 然後他就有進入到一個 繁複的起課題系 九中門 九種取課的方法 那個今天沒辦法講 一種取課的方法 講詳細大概要一個多小時 各位有興趣就是Google去看 或者買這些數據面 你有根基就學的會 這個浩斯、卯興、巴鑽、浮雲 他跟那個文王卦有點像 執掌庫齁 這也是都會參考 這以前的課會有人寫 六任如人 先明日成 月降加三十上 自陰陽為四課之分 課著動也不課著不動 這個是取課方法 取課方法 今天就是 講六任他是什麼東西 他很有興趣 我覺得 他可以提供為世人服務 你有興趣 這個就是庇法戶 像那個 陳坤和陳議員 我給他起那個六任 我就是第一眼就看到 哇 這摧關十者戶關起 然後 蓮木貴人高甲堤 這兩虎虎 那時候我還在看 欸 喔 這個 對 我就在那裡搞什麼 人家說炒灰要炒頭前 我看到你的對 對 你就是建設公司董 那建設公司起訴和地理書 有關的嘛 我們可以幫忙 這樣 是這個 是這個姻緣 這個蓮木貴人就是 我們 鋼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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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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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裡面的哪一居 你就可以依稀仿佛 依樣化葫蘆 依樣化葫蘆就可以一次一次就會自己要去體會 像這個交車相合交官吏 比方說這個試刻 比方說這個夾 單車人夾 夾 夾落銀 你就要把它看作是銀 銀跟什麼合 銀跟駭合 這個上面是駭合 從日跟日乾跟日智 這樣子叫交科 這兩個下去對看 如果你看夾 夾上面如果是銀的話 我用夾子是這個上面是蟲 一開始我看六刃很奇怪 這交科 啊銀的配銀的啊 銀的是怎麼上面的配銀的 會搞不清楚啦 後來就是看了兩本書 啊這個就是他排盤的那個月降 月降的關係 這個就這樣子直接就乳行 木刻土 火刻 那這個就是財 那這生我啊 水生木 這個就是父母啊 這個伯母啊 這個伯母啊 這就是伯母啊 他們是同樣的東西啊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問到市客 交車相合交官令 可以跟這個人做什麼 就好 是這個意思 然後上下接合兩星期 比方說這個是卯 那這個是虛 比方說你是 夷卯日瞻 這是上下接合 他夷 夷喔他要記在城喔 植五毛有四專器 不會不會記正五行 他要記前一位 一樓貌在城 所以你要把它看成是城 城跟有的 他有可能會這樣子 這樣子 這種情況就是這一句 上下接合兩星期 最後在論斷人的時候 這個人很好做 你行業也不錯 是這個意思 啊這個就比較簡單 比求我是知船甘 這是地支上面 上面是能量場 上面是能量場 下面是質量場 如果這一個 這個叫塵上 塵上克 如果三船 比方說 這個叫深好了 比方說 如果三船排出來是 深 有 虛 這是仇團 這是中團 這是月團 這個是花端門 這個是 一翼門 這個是規矽門 然後 你的三舌下面做虛 這樣叫做 知船甘 他傳來到這裡 就是 他有第一次跟你拜託 就是 筆求 我是知船甘 他有事 拜託 這件事是 醫生發展的 好壞 翁六 看 他有衝襲 戴什麼 六舊 他戴背後 還 翁上 這個人 軍人 還是做官 用這個 下去聯想 這個就顛倒 我求筆勢 就甘船之 你如果頂上就是 虛 有 身 就是我求筆勢 這個 這個準確訊 他每個準確訊都很高 三船 地生 人舉見 這什麼意思呢 比方說 我們現在講三船 人和金 生 水 水 生物 三船人 是 你是 頂日生 金生 水 生物 三船人 這個人 風聲 好 三船 地生 人舉見 所以前左邊 三船 地克 重人區 這個人風 再次 譬如說 金 撅布 撅土 撅水 你如果 電力還是 距離 這樣就不好 三船地克 這個人 你要跟民生 有關係的 就不好 譬如說 你要選議員 哎呀 你名字 怎麼打不出 家裡的風險 你要看你 問什麼事 你要去聯想 他這個課意 你就會講 像這個 水日風丁 財動之 你現在最近問我 丁本來就動身了 丁是 丁是水的財 所以這樣子 但是 你這個事情 如果問財 一定會緊張 就是一定的投資 是所謂 所謂 所謂座 就是王雄 所謂座 就是修求 然後看你 跟適應 什麼 這樣 這個 這個也很準 比方說 我們不管是 六堯 齊門 頓甲 柳人 旋武 都是北方陰神 北方陰神的柴辣 所以你這個 你這個旋武跟到的那個五行 上面剛好有太陽壓著 這個柴辣一定走不去 這個我有一個經驗 這個我有朋友在一分局那個行事 那時候好像小英要來 業務量很繁忙 本來都有一起在聚餐的 那一段時間他不能來 然後他有一個案件 要去 人家 朋友來報案 那小偷 很小的事情 抓不到 人家在罵他 是好是好 你看 這柴辣抓到的對不對 不過這個 有 他在當兵 你去找 這太陽在當兵 把這個 天武 帶到那個五行 找到的 他走不去 像天后跟六合 這個是神將 神將他 就是比較陰師 六合這就要嫁娶 這意思就是什麼 已經有關係了 不用問人 不用找人來說親 這個已經在一起了 因為古時候的人 他對男婚女嫁 一直用很傳統嚴謹的 所以不像我們現在這麼開放 他就稍微有一點 欲舉他就會寫得比較嚴重 那這個在現在的社會很常見 這個 這個我有好幾個肩 的那個 經驗 比方說站這 這個 不好的 大門堅固營 比方說上面是 怎麼可以這樣 呃 我們今天是烏日買 對 因為我們無印 無印 無印 就是說這個齁 這個戰車人 裡面這個 儒哥以及 他的神將齁 他是貴人 他的十二神將 他有貴蛇 血和勾青 空腹長玄硬 他貴人有一套固定的白法 但是他 鬼蹭天理 他是貴人 但是他 有光軌的味道 他有光軌的味道 那個 血烈掉不好 還是狗馬 Politics 他在吹 那個 那個 很貴喔 好像會讓你知道 又好像 好像可是那個原因 奇怪怪的 小孩很健康 晚上在撥下來 還要一撥去撥下來 很奇怪 我們 コscher不好解釋 谢谢观看